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您在2011年11月融获这个复旦管理学结束贡献金 那么我在网上查到资料也是说您当时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您在非典时期为政府部门做出的贡献 那么您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当时国家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有提出一个怎么样的建议来帮助国家渡过这个难关呢 其实因为它的复旦管理奖主要是今年的话是在公共管理领域 所以确实我当时在2003年当时做这个工作的话呢是它作为一个其中一个方面 2003年我想大家知道当时非典的话呢在中国的尤其在北京起来以后的话呢 确实啊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突发的 反复这么大的一个突发事件 所以当时就是怎么样去我们讲就是说去看待这个事件 怎么样去应对 我们的话呢是比较幸运就是实际上我们从2001年开始 就开始呢就是我和我们的一些同事啊同学和他呢 做关于危机管理的 那么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中国政策是大的社会转型的 其实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其中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应对各种不同的突发事件 所以那么这个的话呢从学术研究来讲的话是危机管理的话是其中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就在做这样的研究 所以那正好呢这个非典之后的话呢 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些研究的话呢 就应该来讲是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这种各种方式啊 跟这个政府部门就提出我们的一些建议 那么其中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典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 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呢就是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 然后呢及时提出一些建议 然后我们出了二三十期就是我们叫这个简讯 给各级政府部门来提出我们的一些建议 那么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当时就是从中央政府 包括这个地方政府尤其北京 他们觉得确实还是对他们去应对这些这个事件的话呢 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相当于您是在国内开创的这个领域 因为之前他说没有就在危机管理这方面 我们没有这么多质量 那我现在倒不敢说 因为实际上在这之前的话呢 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讨论危机管理 包括在企业各样什么的 但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是 就是主要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种出发点 跟当时的需求正好是比较好的契合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当时也正好在写了一本书 也是在03年5月份 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危机管理 转积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所以那么这本书的话呢 是当时正好是我想是社会有这种需求 然后我们就算是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这些问题 所以也是感觉比较巧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 就是您是在美国完成的硕士及博士科长 在卡拉基梅隆大学完成的这个工程政策或数学学位 那么我们知道 因为首先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管理学的学生 所以我对这方面也有一些了解 就是说学的这些西方的管理学的理论 不管是泰勒还是法院 那么他们都是源于西方 那么在您把它移用到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的时候 我知道您肯定会做一个把它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您觉得这些理论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的国情呢 您本身就是怎么把它本土化的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你现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其实另外一个研究理论是研究这个创新政策 那么其实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说还是我们讲 就是研究这种人的行为或者组织的行为的话 其实它还是有些共同之处 你不管是中国的社会组织 还是美国的一个社会组织 它都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 那这些功能的话呢 那要实现它一定会有一些这种运作模式啊 它的这种治理结构等等 所以我觉得它首先就是它还是有些共性的地方 而这个的话就是实际上是 我想人类社会人论文 人类文明那些共同的地方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呢 只不过是不同的这个国家 它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语言 把它这个总结归纳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 我觉得我们 其实包括我们在国内学的一些 在国外学的一些管理的理论 用来分析中国的这种一些社会组织 其实还是有它的可用之处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它确实啊 这个我们讲任何社会组织 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 它都有些特定的历史条件 那些围学当时的社会背景 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 所以呢 因此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 在从西方 让我们学到它的特定的东西 我们拿到中国来 历史条件 社会背景完全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你去硬性去套用 那肯定会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那些分析的方法 分析的工具 我觉得这些话呢 还是这个非常有用的 而且另外它的那些基本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规律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 这个非常有用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关键就是 怎么样把那些基本的规律 方法 工具找好 然后的话呢 那么在中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和社会背景下 怎么去应用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的挑战 明白 那您能给我举一个 您像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这些应用方式的挑战 您能举这样一个 您是怎么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讲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世界的思考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就是讲创新 这个创新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 在西方的这个国家 就是我们在学这个 创新理论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非常有名的 叫熊彼得的这种假设 那熊彼得的其中一个假设 他实际上是说这样 他说实际上这个就是 这个大公司啊 他的这个研发投入的 就公司在研发的 投入的这种比例的话呢 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比他的那个公司的 那个那个 这个这个规模啊 其实可能还更大 某种意义上 他就做这个假设 就是说可能大公司 会比他的那种 公司规模的那个比例 会更大去投入在这个 这个研发当中 那么当然就是说实际上 他这个就是说实际上 在这个研发过程中的话 大公司实际上起 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所以当然我想 这就是实际上在这个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产业结构下 这个这个 形成的这个局面 那么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 一个角度来分析 那么也许可能我们就说 呃 其实中国的创新体系呢 那我们就应该去 尽量去鼓励大公司 让他去在这个 建立他的研发体系 建立他的研发机构 去来来来来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高校 研究院所 和研究院所 就主要做基础研究 但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行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企业的话呢 总体来讲 它的研发这个 这个能力 还是比较有限 所以就说 可能如果说我们家这个 叫这个研发机构 或者这个高校 或者研究院所 他研究出来结果以后 我说 那好 我就交给你企业 然后那企业 可能接过去 怎么样去把它变成产品 最后转化成这种 利润 但是中国的企业 接不过去 所以就是这里面就说呢 就是实际上 中国的话呢 就有一个 所谓叫有一个 这个gap 这个gap的话呢 其实西方也不是能有 也有 但是西方应该来讲 就是它的那个 企业的话呢 有足够的研发能力 所以它有一部分 它也做一点 技术研究的 所以它能够比较 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接过去 但是在中国的话呢 这个 鸿沟是很大的 那这个时候 所以就会出现 中国的很多的一些 研发机构和高校 它就会往前走 就是说 甚至于可能 自己来办企业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 中国的 情况 从90年代以后 中国的很多高校 很多研究院所 也在办很多企业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也出现了些问题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讲 如果说我们严格 就是 按照西方的人说 你这些学校 应该做这些事情 完全不要做 那么就是 你应该就是 按照这个 来讲 就把这个理由起来做 那我想可能 在中国的情况 特定的情况下 可能 不能那么简单的 这个 一刀切 所以那可能就来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能说 高校把它带过来 来一起 往前走一步 这个可能是有必要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避免 让这个高校的话呢 这个 就是去把他的正的 就是他的 真正该做的一些 技术研究忽略了 那这时候 你可能要去特定的 一些制度安排 你怎么样把这个问题 处理好 所以我就是 这就是可能是 中国的特殊情况 那这些特殊情况的话呢 我觉得又 其实 还有 从研究的角度 又非常有意思 这些情况可能是 西方其他国家没有的 那这你就要去考虑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什么样的政策设计 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 明白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 怎么把这个理论 应用于中国世界情况 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想请问您 您是在80年代的时候 去选择 选择管理 那我想那时候 管理学可能还不像 亲爱这么流行 那时候讨论更多的是 应该有一级之长 和一个铁饭瓦瓦 那么您当时是出于一个 什么样的考虑来决定 去选择管理学这段课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跟你们的 对现在的经历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77年进入大学的 我77年进大学的时候 实际上我学的专业 是光学精力机械 但这个专业不是我自己学的 我当时是在夏农村 因为我当时 高中毕业以后 夏农村 夏农村毕业的话 我们考试也就习乎多的 今天就参加高考了 高考以后的话 我当时就比较喜欢数学 所以报的都是数学系 但是数学系 考的也不太好 所以最后 就是被光学精力机械 这个专业录取了 所以当时 第一个我觉得 首先 就是我们当时 属于 这个学的本科 实际上是比较合格 但是在大学学习过程中 后来我个人 就是对这种社会科学的 这种领域的话 比较感兴趣 所以当时像科学学 科技管理等等 也是在国内 刚刚兴起 当时就像科学学 包括什么 他也讲说科学等 在国内正好是兴起的时候 所以当时我看了这些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虽然毕业以后 我是被留校 长城光级学院 当时这个是留校 让我做这个专业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兴趣 还是在这些管理 政策方面 所以我85年出国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跳出去 就学这方面 就不读这个 那您看 您觉得现在这些等 就是现在来看 当时您想造成绩 当然 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正面 因为我 这就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最后的话 能够如愿以偿 所以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 对我来讲 挺合适的 是 那么我们也看到 您现在可以说是 身兼数值 您现在既是 国家科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然后中国行政管理学 学会的副会长 然后其他很多职务 包括同时像 国际科技促进的发展 等等 那您在这么多职位当中 您对 哪一个寄与的最高的期望 或者您觉得哪一个职位 对您来讲最有意义 其实这个里面的话 很多啊 其实都是 就是 我觉得首先 第一个是这样 就是我最核心的工作 还是在清华大学的教授 和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 那这个可能是 我花时间最多的 另外一点的话 可能在一些学术组织 学术机构里面 有些公共服务 这里面既有国内也有国外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可能其实有的时候 是多了点 多了点 当然我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学者 我想尤其在我们这个 公共管理这个新的领域里面 我觉得 能够多做一些事情 能够加速它的发展 这个也还是该做的 那么尤其的话呢 我想在国际上的这种 就是国际组织 因为实际上就是 中国的学者 总体来讲 参与还不够 所以的话呢 因为我有这个 国外留学的这些背景 然后另外呢 可能也有时候 参加一些各种 活动比较多的话呢 大家也有一些认可 所以我觉得 那也能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 能够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些 这种组织机构的话呢 能够为 就是第一个的话呢 让国际的相关的学术界 更多了解中国 另外的话也能够 把中国的一些想法 生意能够带到这些机构里面去 所以我想 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 一个责任 我觉得可能 再过十年二十年 等你们这一代 这个学者起来以后 那我觉得这可能 就是很正常的那种骄傲 那我想可能就 我们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那您在就是 即使在学术界也有之为 在这个工厂界也有之为 那您有没有考虑就是说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样 把学术方面的科技创新 带入到这个企业当中 因为实际上我其实在企业里面 我倒很少做 当然因为我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研究的是这种 就是创新政策 所以的话呢 那我也是就是 从我们的实证研究来讲的话呢 我们经常也要跟一些 去了解一些企业 然后他们在创新过程中 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然后我们前些年做的研究 就是科技全球化 主要是了解就是 跨国公司 在中国的研发机构 那么他们的设立 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的话中国的一些政策 怎么样能更好的 把他们的这个作用 能充分发不出来 那这个我们就是要做 各种这个访谈调研 那另外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可能一些国内的一些企业 我们也经常去做些调研 那么像站立基金产业 那这些企业 他们怎么考虑 我们就是从目前的 我们这种环境 有哪些障碍使得 他们这个发展 不是很顺利 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呢 我们要经常跟企业 去做一些交流 明白 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 应该说很多东西都有美国梦 比如说叫刘洋梦 那么具体来说 可能就是说在外国落脚后 就可能会比较少的考虑回国 那么我看您当初也是在博士完成之后呢 在这个在美国受训于 乔治华盛顿大学当讲师 那么在您就是事业 有那样一个不错的开端的时候 您当初是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来做出放弃在美国的工作 而回到中国投资领域 现在你所从事的事业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当时实际上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 就是还是跟每个人那种发言的 这种事情 好像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当时感觉就是 实际上在那会儿 就是九十年代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发展非常快 另外在政府管理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就是我们叫MPA 公共管理政专业硕士 这个当时国内没有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 就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呢 正好是正好学这个领域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应该是如果我要能够来参与做这件事情 可能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个能做的事情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我觉得是感觉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说 跟国内的一些学校联系 正好的话呢 清华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想就可能自然地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们这一代就属于比较幸运的 就当时可能是没有太多人做 我想你们现在的挑战 可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这些领域可能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但我想还会有很多新的机会 那像您说 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挑战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尤其是比如说 在快毕业的时候 在决定将来如何 如何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 你们的一个好处的话 其实就是机会特别多 因为某种意义上讲 像我们当初出去学习的话 我们当初没有太多的选择 第一我们出去 觉得就是一定要 从头学到尾要拿到博士学位 然后拿到博士学位 要回国教书 所以当时我们基本上 看到的一条路就这样 我现在有时候也跟我读 我学生开玩笑 我说如果当初我们有你现在的选择 说不定我读完一个硕士就干凉了 所以我说这个可能 首先就是说 现在选择更多 但另外一点的话 我的感觉的话 就是说 就是读完书以后 因为我当然这也是 就是可能根据我 平常对我们那些学生的了解 就是往往有的大家 在读书之前 因为没有特别多的那种社会经理阅历 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到底适合干什么 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了解 因为很多可能他们就是 这个高中略业本 读本科 本科完了就直接读这个硕士 硕士或者博士 所以这样的话 缺乏这种就是 社会的这种 对社会的认识的了解 和对自己的认识的了解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也许 业业以后的话 如果能有一两年 这个可能去不管什么工作 能够对自己的话 认识一下 更好的认识 然后同时也能够对社会的需求 更好的认识 那么我觉得可能有 那么一两年 这个可能相当于是 做一点选择 做一些诚识 一旦选定以后 我倒觉得 就要认真真地去做下去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话 选择多是一个好事 但另外一点的话 就也容易 就容易不断地摇 我后来也观察我的一些学生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 他有的时候可能跳的比较多 那么有时候跳了好几年 七八年以后 到三十多岁以后 那么妈妈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根不够深 因为不管其实你做任何领域 那可能你都得需要有一段时间 曾经我在卡内西面部读书的时候 好像当时看到过一个论文 就讲不管在哪个领域 你要想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可能得需要八到十年 那就积累相关的这种知识 相关的这种社会网络 包括其他各个网络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换到一两年 选定以后 那就一定要踏踏实实去做下去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最关键的 另外一点的话 我倒想提一个建议 就是说实际上 不管怎么说 就中国现在的国际社会的影响 越来越大 但是实际上的话 就是在国际组织 国际的整个治理结构里 中国人还是太少 那么我觉得其实 不一定是大陆的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哪 但整个英格来讲的中国人 这个还是远远不够 所以我觉得 可能您这代人 应该是有更好的条件 能够去进入这种 国际社会 国际组织 在新的国际治理结构里 能够发表跟他的作用 那么不一定是 简单的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代表中国人 他的思维 是他的文化 他的传统 能够对国际社会来的发展 能够做出贡献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应该赢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好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年的人生 和事业上的故事 还有经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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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